多年来大熊猫作为中国的象征被派往海外 为中国向全世界呈现了最独特可爱的面孔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老家在四川省西南布森林的外交大使 在到达一个全新的环境后是会水土不服的 比如四川话还是英语 中式馒头还是美式饼干 这部有一对熊猫兄弟 贡贡和顺顺 他们从四川迁居到海南 适应海南的高温度 成为了这对国宝兄弟的挑战 通调和泡澡可是不能少的 来到海南后 熊猫兄弟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对饲养员为他们专门准备的台湾田竹并不感冒 于是工作人员前往海口市的竹园 对多种海南当地竹子进行测试 最终选出了熊猫兄弟最喜欢的竹子品种作为主食 看到熊猫兄弟终于又有了好胃口 饲养团队终于可以长输一口气